我出息了 今天我被巴黎老佛爷百货邀请去参加一个中秋的活动 本来也没有多大兴趣的 但是他们跟我说 包饭 然后我就出现在这承包我今天午饭的高级商场里 餐厅在富一层 就是这家新开的带点绿色优雅的DScafe 点菜的时候插画师朋友萌萌还给我们美人送了一本 花 花菜 哇好中意啊 我点了一杯叫 wake up的鲜榨饮品 有姜胡萝卜什么的 不知道为什么喝出来有种姜汁状奶的感觉 非常奇妙 至于菜品嘛 前菜我今天吃的是 是食草的 主菜同样都是食草的 是加了鸡肉较为复杂的草 总体味道好圆生态和接近大自然 都挺好的 吃完饭后我们就开始瓜分这些珍贵的月品啦 博主聚餐嘛出于职业兵的原因 是 慢慢饮 不拍完是不会吃的 我终于吃到今年第一个月饼啦 豆沙好 吃完月饼后我们还有好吃的蛋糕 最后像法国人一样用一杯咖啡结束今天的午餐 下午我们逛了一下这边新开的健康生活馆 对没看错哦 你看到的行业尖端的瑜伽冥想课程 各种按摩护肤疗程 美甲美容美发店铺全部集中在这里了 我们先参观了这里的新健身室但最吸引我的是这个 女子更衣室 我的妈呀 这个设计这个珊瑚粉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上 这个鬼鬼真是好骨子呀 好喜欢呀 除了这个洗手池 淋浴肝都散发着优雅又青春的气息呀 准备 连梳妆台的吹风机都是戴森的 最后我们就去体验和参观了很多不同的美容服务 然后我又种草了这个小桑拿房 它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的 是一个可以容纳三个人的私密型桑拿房 里面还配有淋浴间 舒服又精致的感觉 超级适合闺蜜们一起过来玩 然后我们上了四楼 进入了商场的秘密小房间 水 水精 难道今天要上魔法课程吗 原来这是一个法国的纯天然草药品牌 在洗了它的精油之后 我们开始好眼分 为什么呢 是不是泛气攻心呢 原来这支呢 是左面精油啊大佬 在喝了一小杯缓解压力的茶后 我们集齐了八个杯子 摆在这里 就可以召唤水精能量 为了要创造更多更好的视频 我果断选择了 创造型水精 这代表了我放弃爱情 事业 开心 得水精 等一下我自己的牺牲好大啊 记得比方要拉我啊 最后来到这个来自伦敦的护肤品牌房间 一直介绍的都是护肤的东西 本来同行的男伯主就没有多大兴趣 但突然 负责人说 这个可以体验啊 你给我们的发色装的女生 怎么体验啊 这个时候所有男生都争着事 还有点火药味 哇 旁边的好快手啊 已经敷好眼膜了 哇 对面的叔叔居然睡好 全面灭膜 我们不敷膜 就在这边疯狂试用 和种草他们家的产品 这个bling bling的激化 让我的手容光幻发呢 看一下价格 这个是500多啊 哇 不帮我不容光幻发了 不对劳啊 大佬 我们今天来的任务 是中你们草的嘛 现在被人中回头啊 女人啊 清醒点啊 经历了一轮内心的挣扎后 我终于得到了今天的 月饼礼合大奖 满载而归 我终于也成为了 有月饼的人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